大家好,这里是历史玩花镜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 清朝名臣田文靖已经去世八年 河南巡抚雅尔图上奏朝廷 建议将田文靖移出河南贤两次 乾隆看完奏折,也犹豫了两久 最后决定将雅尔图的奏请退回 乾隆当时对大家说 厄尔泰,田文靖,李位皆皇考所最称许者 其实文靖不及位,位又不及厄尔泰 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 雅尔图见证以位四贤良 今若撤出,是番茄暗矣 上述这段话,摘自青史稿 卷294,乾隆大概有三层意思 第一,雍正在位时 厄尔泰,田文靖,李位被称为三大模范都府 都是为先帝立过大功的人 第二,虽然三人都是模范都府 但在乾隆心中,田文靖不如李位 李位不如厄尔泰 也就是说,田文靖是三大都府中最差的 第三,雅尔图的动机 乾隆一清二楚 但田文靖毕竟都是先帝时期的功臣 虽然乾隆也不喜欢田文靖 但还是要给雍正留一些面子的 所以乾隆的意思是 田文靖的位置,暂时就不动了 从乾隆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乾隆对田文靖的态度 关于田文靖,素来争议很大 雍正曾评价他忠诚体国,公正联名 历史学家肖一山却认为田文靖为正科系 居心置客 田文靖到底是铁腕能臣,还是刻薄酷吏 本集带大家了解田文靖 希望从这位名臣身上 读出不一样的历史 一,能臣诞生记 田文靖,自一光 隶属汉君正兰奇 在雍正的三大模范都府中 田文靖年龄最大 田文靖仅比康熙小八岁 早在康熙二十年左右 田文靖便以纳娟的形式 取得健身的资格 通俗一点来说 田文靖能进国子建读书 不是考进去的 而是花钱买的资格 康熙二十二年 田文靖二十一岁 以健身的身份被任命为福建常乐县县城 他在常乐这个地方一干就是九年 直到康熙三十一年 他才升任山西宁乡之县 七品县令 田文靖又干了十三年 田文靖试图生涯的前二十年 都是在底层县衙度过的 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的财富 雍正年间 田文靖在河南整顿立志 对底层的许多潜规则要如指掌 正得益于这段经历 康熙四十四年 田文靖四十三岁 这一年 他被升任一周之周 平生第一次跨越七品官衔 第二年 调任力部云外郎 从五品 《青史稿里未传》 记载 入自卫云外郎 补兵部 出自《青史稿》 李卫传 李卫和田文靖齐名 李卫二十九岁那年 家中就出钱给他捐了一个云外郎的官职 当年就到兵部上任 也就是说 李卫仕途的起步就是兵部云外郎 而田文靖苦熬二十四年 才和李卫平起平坐 同样是捐官 差别还是很大的 康熙六十一年 雍正帝登基 此时田文靖已经六十一岁 在正史的记载中 雍正登基之前 和田文靖 并没有任何接触 作为雍亲王的印针 甚至可能不认识田文靖 田文靖真正得到雍正的赏识 发生在雍正元年 《青史稿》 《田文靖传》记载 雍正元年 命继绕华月 是岁山西灾 年耕尤入境 寝镇 上资寻辅得因 得因延无灾 吉文靖还 入对 被延山西荒迁状 上家鸡直言无隐 雍正元年 田文靖被礼部派往陕西 即告华山 等田文靖回京 京城刚好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 川陕总督年耕耀说 山西发生大灾 请求朝廷赈灾 但山西悬浮得因 为了政绩 谎报山西没有受灾 两个人各执一词 雍正不在山西 不知道该信谁的 这时 雍正问大学士马奇 该怎样处理 马奇告诉雍正 前些天礼部正好派人 即告华山 去华山碧京山西 不如看一下礼部派谁去的 把他叫过来一问便知 就这样 田文靖被照到了养心殿 田文靖第一次单独在狱前奏对 他把山西的灾情 毫无保留地告诉雍正 并说了很多细节 雍正当时就觉得 田文靖这个人说话直接 很对自己的脾气 便问田文靖 如果朕派你去山西震灾 是否能完成任务 田文靖虽然年过花甲 但宝刀不老 他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 便拍着胸脯答应了 他到达山西后 悉心正极百姓 并且以雷霆手段 将积累下的公务 全部清理完毕 还拿下了几位不作为的官吏 雍正闻之大喜 原来 田文靖有大财 亲事搞云 自是岁寿逝宗眷狱 雍正的三大都府 李魏的主要政绩 在浙江 厄尔泰的政绩 主要出自云贵 而田文靖的主要政绩 却不是在山西 而是在河南 雍正佑人不拘一格 他看到田文靖的才能后 第二年 雍正二年 便下令将田文靖 调任河南 担任部政史 七个月后 任河南巡抚 在河南 田文靖交出了一份 令雍正满意的政绩 读清史 不得不感叹 雍正皇帝眼光之犀利 雍正佑人 不论出身 不论年龄 只要是他看准的人才 准能放到合适的位置上 李魏 田文靖 厄尔泰三人 都不是科甲出身 却在雍正麾下 成了三位模范 所以说 田文靖能够在众人中 脱一而出 一方面是因为他有能力 另一方面 还是由伯乐发现了他 要不然 以田文靖的年龄 或许再过几年 就要治世回乡了 何来接下来的大作为 二 不做寻常都府 在亲人笔记 春兵事业城中 曾记载一个这样的趋势 说田文靖麾下 有一位姓吴的事业 虽然经常帮田文靖代写奏折 很得田文靖信任 有一日 吴师爷问田文靖 你是想做寻常都府 还是想做民都府 田文靖说 那当然想做民都府 吴师爷拿出一份奏折 告诉田文靖 你只要把这份奏折 原封不动地递到朝廷 你一定能成为民都府 但前提是 你现在不能看奏折里 写的是什么 田文靖平时很信任 吴师爷 便答应了 几天后 吴师爷告诉田文靖 那份奏折是弹劾龙科多的 龙科多可是雍正的舅舅 是总理事务大臣 田文靖听完 冷汗直流 但奏折已经递上去 追悔莫及 不料 一个月后 龙科多被问罪下语 田文靖因为率先弹劾龙科多 成了首公 等龙科多案彻底肃清后 田文靖被雍正 提拔为河南总督 这段记载 出自野史 其中有很多细节 不值得推敲 其实 田文靖被提拔为河南总督 却有歧视 但并不是因为他弹劾龙科多 而是雍正从田文靖身上 看到了孤城的影子 且说田文靖担任河南巡抚 主政河南 他刚上任 立即开启铁腕风格 青史稿 田文靖传 云 以严厉克深位置 都朱州县亲不负 辟荒田 七会猝破 朱州县稍不忠诚 浅折立志 油物科目如缓 小五亿 折合罢 康熙晚年 财政亏空 雍正登基后 立即让各地填补亏空 田文靖以铁腕的手段 强力河南各州县 在县期内将亏空问题解决 有些人不以为意 田文靖立即扳起面孔 以抗旨的名义 将这些官员革置罢官 河南官场一时间哭爹喊娘 那些支州 支县们赶紧卖房卖地 在县期内将亏空如数弥补 不仅如此 田文靖还要求各地 开辟荒田给老百姓耕种 如果有官吏感违逆 立即严惩 田文靖在河南大刀阔斧 许多官员受到惩罚 都说他是酷吏 例如 当时有个叫黄振国的支州 被田文靖罢免 他在北京颇有人脉 立即名冤造势 雍正派使移植到河南调查后 知道田文靖太过操怯 但雍正却为田文靖护短 公开表扬田文靖公正联名 记住这个叫黄振国的支州 下面还会提到他 因为他的罢免 曾引起一件大事 有人说 雍正是一位被活活累死的皇帝 其实 作为雍正的宠臣 田文靖是一位被活活累死的大臣 田文靖为官树仔 非常勤政 不贪污 不受贿 身为封疆大吏 却清贫如洗 雍正继位之初 改革毕正 连续推出几项新政 田文靖想做出一番政绩 于是上书给雍正 十载 文靖书 请以河南丁营均入地梁 身金富户 不分等则 以立书江 田文靖建议 将河南的丁营人头税 一律并入土地之中 不论百姓和官身 大家一律平等 按地姆纳税 这就是贪丁入母的雏形 这个政策不仅减轻了无地 少地老百姓的负担 还保证了朝廷赴税的征收 对清朝乃至后世 都有极大的影响 田文靖为了推行贪丁入母 可以说下了很大决心 也得罪了河南地主师身 但田文靖立志要孤臣 无所畏惧 雍正五年 这一政策在河南全面推行 其后扩展到全国 在此之前 黄河水化严重 田文靖把悬浮衙门 设在黄河岸边 赤着脚亲自指挥民工修河 当时 河南翻库没有多余的银鸟 来雇用壮丁 田文靖就让世身和百姓一体当差 在封建社会 读书人一旦考中领生 是可以免去大部分的负义的 田文靖不是科举出身 认为读书人不应该坐享其成 要和普通百姓一起当差 黄河大帝虽然修好了 但田文靖此举却把河南读书人全部得罪了 河南读书人为了抗议田文靖 曾一度出现过罢考的情况 后来被田文靖以铁腕手段平息 因田文靖政绩突出 雍正任命田文靖为河南总督 第二年又让田文靖担任河南 山东总督 在清朝 本来不存在河南总督这个职位的 由于距离京城较近 河南 山东 山西三省的军务归直立总督统侠 但雍正先把河南单独化给田文靖 后来又加上山东 分明是要赋予田文靖更大的权力 所以雍正才在圣旨上说 欲为此特因人设官 不为定力 因人设官 是雍正用人的最大特色之一 就如同李渭擅长制道 雍正任命李渭兼职负责江南欺负五州道岸一样 雍正虽然不是完美的皇帝 但他的佣人思想 很值得后世学习 田文靖得到雍正如此龙宠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他这辈子更定雍正了 因为雍正信任他 三 可怕的田里胡参 雍正时期 两江总督尹继善 曾评价雍正的三大模范都府 李渭 陈学其勇 不学其粗 田文靖 陈学其勤 不学其克 鄂尔泰 宜学处多 然臣亦不学其弊 这段话 把三大都府的优缺点全部概括出来 可以说非常精准 对于田文靖 尹继善说田文靖的优点是勤 而缺点是克 其实尹继善并没有诋毁田文靖之意 因为田文靖为官的确刻薄 在雍正朝 曾发生了著名的田里胡参事件 影响巨大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上面提到田文靖在整顿河南立志 大到阔府改革的时候 曾罢免过一个叫黄振国的支州 黄振国还因此名冤教区 其实田文靖这一次不只整治了黄振国一人 青史稿云 书和支州黄振国支县汪贤 邵延伦 官臣等 即和黄振国一起被田文靖弹劾并罢免的还有三个 分别叫汪贤 邵延伦 官臣 田文靖是健身出身 不巧的是 黄振国他们四个 都是客甲出身 再加上田文靖推行新政 得罪了河南读书人 所以在河南 有人说田文靖故意针对柯甲出身的管理 而正在这时 读书人的种子经过河南 所以就发生了田里胡申 所谓读书人的种子 可不是明朝的方孝儒 而是雍正的另一位宠臣李福 福 李福是康熙48年进士 康熙60年 李福还做过科举副主考 在朝堂上 不管是人品 还是学识 李福都非常受读书人尊重 同样是雍正的宠臣 雍正经常拿李福和田文靖做比较 之前 雍正就曾给李福说过 如与田文靖二人 实难辜负朕恩也 雍正觉得田文靖和李福都是自己的心腹 但在李福心中 田文靖乃健身出身 他不愿与田文靖为伍 雍正四年 李福奉命从广西巡抚调任直立总督 李福从广西到北京述职 正好路过开封 田文靖知道雍正喜欢李福 现在李福路过自己的地界 田文靖怎么也得进地主之意 所以田文靖亲自到郊外迎接李福 李树周到 不料李福见到田文靖后 立即发飙 青史稿田文靖传 记载得非常简略 李福自广西巡抚 赵寿直立总督 到开封 文靖出亚 福则文靖不当有意蹂躏读书人 也使 郎前记文出笔 则记载了二人相见的细节 根据记载 二人相见一位笔 李福就立即质问田文靖 民工身任封疆 有幸蹂躏读书人 何也 也就是说 田文靖出城以礼相迎 李福还没等田文靖行完礼 就直接痛骂田文靖蹂躏读书人 田文靖身为封疆大吏 身后肯定跟着不少人 被李福当场痛骂 面子上肯定过不去 二人不欢而散 接下来 田文靖则显露出自己很辣 刻薄的一面 他知道 李福一旦入京 必定要弹劾自己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先下手为强 田文靖抢在李福之前 派人快马加鞭送给雍正 送了一份奏折 青史稿 原文靖密一文 并为服与郑国为同岁生 将为郑国报复 意思是 田文靖告诉雍正 李福和黄郑国等人 是同科 关系密切 李福表面上说 我蹂躏读书人 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同科抱不平 不得不说 田文靖这一招非常高明 他成功地把李福的攻心 转为私心 不出田文靖所料 李福回京术之后 立即弹劾田文靖 说田文靖故意为难读书人 可是 他不知道 雍正先入为主 已经信了田文靖的话 李福再怎么说 也没能入雍正的儿 李福不服 纠集谢世纪等科举出身的官员 向田文靖发难 集体弹劾田文靖 一场轰轰烈烈的田礼护餐开始了 田文靖不愧在官场混迹了几十年 他知道雍正最讨厌官员结党 为了战胜李福 田文靖使出杀手锏 说李福这是科举捧党 其实 雍正并不是不知道田文靖有问题 但是 他知道田文靖没有私心 或者说 比起田文靖打压读书人 雍正更忌惮捧党 所以 雍正打算再次袒护田文靖 青史稿也认为雍正有为田文靖护短之嫌 失踪 有意清文靖 最终 李福也被定了二十一条罪状 下语问罪 在狱中 雍正派人去问李福 你可知田文靖的好 李福回答 臣虽死 不知田文靖好处 李福是个硬汉 到这个时候 他所争的 不是输赢 而是读书人的一口气 雍正最终没有杀他 而是将他免职 后来李福专心编书 直到乾隆年间才再次被重用 田里护参是雍正朝的大事件 这件事牵连甚广 牵连了五十多人 由于篇幅关系 小编只讲述了李福和田文靖两个主要人物 小编认为 从田里护参事件可以看出雍正对田文靖的态度 雍正用人 只用奇才 至于人格上的小毛病 雍正是可以容忍的 这是管理的艺术 同时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田文靖的狡猾 他不仅仅是一位能成干例 同时 也是一位擅长自保的官场老手 四 从巅峰跌到低谷 田文靖敢打敢干 宁愿做孤臣 也要为雍正干脑涂地的做派 让雍正非常欣慰 雍正带田文靖也有特殊的情分 有一次 田文靖和同僚杨文干说 自己还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能入上三旗 没想到 不久后 雍正突然下旨 将田文靖从正兰旗抬入正皇旗 不仅如此 雍正在诸批中责怪田文靖 咱们君臣之间 本可无话不谈 抬其知识 正还是听杨文干 偶然提及才知道 出自永线路 雍正的意思是 你为我干脑涂地 我是知道的 你若有啥要求 只要不过分 我立马给你办了 田文靖在官场上 蹉跎半生 年过花甲后 遇到雍正这样的皇帝 他焉能不卖死利 雍正七年 江苏发生水灾 江苏巡抚和天培 向朝廷求救 雍正立即让田文靖 调集山东 河南两省的梁市 运往江苏救灾 田文靖说 江苏人吃不惯 河南的小米 运过去恐怕达不到 救灾的效果 可当时以救灾为先 大学士朱氏和张廷玉认为 先让老百姓填饱百姓肚子 再说 强令田文靖运小米到江苏 结果 正如田文靖所说 小米运到江苏后 效果奇差 田文靖于是非常委屈 向雍正抱怨 雍正动了感情 给田文靖的奏折上 写了一段千古名批 朕就是这样的汉子 就是这样的丙姓 就是这样的皇帝 而等大臣若不负朕 朕再不负尔等也 免知 读历史 你会发现雍正皇帝 就像一位坚守爱情的古代女子 他坚信爱情之永恒 坚信你若不负我 我便永不负你 连耕尧 龙科多 雍正的一个个宠臣 都是先辜负了雍正 雍正才翻脸 反观田文靖 他始终忠于雍正 即使偶尔有瑕疵 雍正也认为 瑕不掩瑜 不必深究 雍正九年 山东 河南 发生水灾 不久后 有人弹劾田文靖 救灾不利 说在祥福 丰丘等周县 陆续出现 卖而卖你的情况 雍正听闻后 又一次护短 雍正说 雍正年老多病 未属利欺狂 不能腐碎安己 雍正的意思是说 田文靖年老多病 所以才会被下面的官吏蒙蔽 这是雍正第三次 为田文靖护短 田文靖此时已经70岁 垂垂老矣 雍正为田文靖护短 只是不想让他晚节不保而已 当年底 田文靖便以年迈多病为由 提出此官 可雍正却让他回京养病 等病愈后再回河南上任 田文靖回京后 并不见好 再次请求致氏 雍正不忍 便答应他告老还乡 不久 田文靖便病死了 田文靖之死 让雍正非常心痛 他下令将田文靖葬在自己的太陵 雍正临寝附近 世好端肃后来又将田文靖入似河南贤良子 让河南百姓永远记住这位模范都府 田文靖是幸运的 因为他去世的时候 雍正还在世 雍正肯定了田文靖的功绩 给他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可是 田文靖又是不幸的 因为在他去世三年后 雍正便去世了 而雍正的接班人乾隆 却很不喜欢田文靖 乾隆即位之后 河道总督王世俊 在河南修河 劳逸过重 百姓怨声载道 乾隆竟然下旨说 河南自田文靖为都府 苛刻搜求 蜀利靖为剥削 河南民众受其困 即如前年匿灾不报 百姓流离 盲谎考延斥 潜观振许 使得安全 此中外所供之者 出自青史稿 田文靖传 乾隆的这段话 是对田文靖的盖棺定论 是把河南百姓流离失所 官员搜刮无度的罪名 全部扣在田文靖头上 相当于全盘否定了田文靖 所以 接下来 便有了本集开头的那一幕 河南巡抚雅耳图望风使舵 要将田文靖移出贤良辞 乾隆认为 如果把田文靖移出来 恐怕会伤其雍正的颜面 所以没有准奏 其实 若不是顾及到雍正 田文靖早就被一出贤良辞了 当代历史学者 钱宗范先生 曾评价田文靖 虽有科所严刻之弊 但在封建时代 有这样一个办事 他是勤勉 不必轻贵 贤院的大力 也很可贵的了 小编认为 田文靖在康熙朝碌碌无为 在乾隆朝被全盘否定 却在雍正朝大展宏图 不得不说 田文靖能遇到雍正 是他一生最大的姓氏 与其说是雍正成就了田文靖 不如说是田文靖和雍正相互成就 小编还认为 田文靖是一个勤政 清廉的官吏 他为百姓做了不少时事 他留下的部分政策 对后事有深远的影响 但同时 从田里互参和考生罢考等事件来看 田文靖也有刻薄 严酷 甚至怨毒的一面 田文靖不但有跟雍正一条路 走到黑的勇气 也有官场厚黑的手段 但小编认为 这是那个时代和大环境的局限 不能因此苛责田文靖 均以国师代我 我必国师报之 田文靖不是纯臣 但却是能臣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